现在好了 在外面 外面在下雨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并不是起不来 我们看今天山上真的很冷 但是我觉得还是起得来 大家今天可以早上今天自己练一练 今天自己练一练 就没有办法 这个网之前我在这边弄了一个网 不知道为什么信号 网没有了 网没有了 穿的特别厚 看不到我还有雾气 室内也不行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室内 一个室内里面 这边是室内 没网 这个地方没网 要么就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一个茶室 只能坐在那里 不是下雨啊 下雨其实还好 下雨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带着 在这个地方的室内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念 但是就是这里面没有网 这里面没有网 这个网好像不行了 怎么聊天 我还想把这个网络弄好呢 我还想把这个像吧 对 那就进去坐一坐吧 坐在那里 啊 我就下波了啊 我就下波了 看 得跟着课神练啊 我去下波了 我去下雨了 准备了一个披风 就知道山上的天气特别冷 所以就穿的冷 特别厚 穿的很 再加上一个披风 好 再加上一个披风 太阳了 手说的 颜色 你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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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那边的网络其实也被我弄好了 我就想了 算了 就去播了 就在这边来吧 有这么冷吗 光用语言形容 没有什么用 你得自己到实地过来感受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山上冷不冷 就知道这个山上冷不冷 老是偷偷的 不是的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挺冷的 对上山了 今天不练功吗 我也想练 早上起来 其实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 今天早上我六点半就起来了 其实我也在 但是你看 今天早上其实我也在做思想斗争的 六点半醒了 然后六点四十就起来了 起来差不多收拾一下 就可以过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念功了 然后在这个起来之前呢 其实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思想斗争 这个想又下雨 山上又下雨 又那么冷 我只想 哎呀算了吧 我给大家情价吧 自己腻 不过 最终 以胜御则云 从御胜御则云 尝尝御则云 啊 看一看我战胜了我自己的御 哈哈 没有去托了啊 结果发现走到走到那个亭子里面 准备是在上面那个亭子里面 就是上面 就是这个亭子里面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念功 结果没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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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停机了 就上面那个号停机了 电信的那个网停机了 就停机了 然后 关键是 我忘记了 就是 上面那个网 还是我 还是我弄的 那个 关键是我 我忘了 我自己的那个 电信的那个手机号 刚刚 然后我就把那个话费交了一下 上面现在有 有网 上面又有网 得停机了 就迟到了几分钟 我各种的大家就问 对 山上还是比较冷的 很冷 所以你看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外批 很大的外批 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些同学早上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真的可以自己念一念 就是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既然都起来了 其实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习惯 当做一个习惯 然后自己去念一念 动一动 哪怕是你 就是可能很多同学 就是每天早上念那个松松功法 对吧 需要有个老师带着念 自己可能 平常是也没有什么去记这些动作 其实也不用去记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念 其实念功 念的就是一个氛围 对吧 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多 在初学者 或者初级休息阶段 的一些人 我们讲法女才弟 是吧 有一个休息的一些伴侣 这个也是双方的 相互凄厉 一起一起成长 对吧 没开始 没开始 今天都都都没播啊 今天早上 因为网络的问题啊 就没有 没有那个开播了 他后面的时候 我用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手机的那个5G的网络 4G5G的那个网络 然后开播 根本就不行 是吧 大家也知道 那个网络特别的卡 所以没办法去播 因为这样播其实会出出很出问题的 就如果直播间的他的那个画面的质量比较低 然后就是网络且不好的话 可能会直接就会平台就会强制让你下播 或者是直接就封你封你的账号 所以就是基本上给大家交代了一下 我就我就下播了 开播就是我 我从那上面 我就我刚刚就是把那个查试那边的网络弄好了 交了话费啊 就找不到自己的那个手机号 就忘记手机号是多少了 忘记手机号是多少了 然后我去找嘛 就是找 然后找到之后 然后交了话费就好了 上面的网络就好 然后我就跑这边查试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直面接退下 以后会吧 以后 以后会那个就是慢慢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叫狼产本地的一些东西 现在目前还不行 目前还不行 批崩批崩都是 都是在我们在本地的一些 一些服装店去做的定做的 哎呀 什么情况 网络没网络啊 上面我也没有网络 哎呀 老师你看看起来很冷 实际上也很冷 不是看起来很冷 是实际上也很冷 啊 哎呀 我们休息一下啊 是在休息啊 嗯 找不到老师 那你就点个关注啊 点个关注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到那个课程的学习当中来 是吧 我们都有群里面啊 就是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在群里面通知 也可以在群里面说 或者是有些学员都会把 那个直播的链接会分享到那个群里面去 点一下就可以看了 如果没有分享到说明 要么今天可能是出现了某些问题 哎呀 是 你几岁了 18岁啊 18岁 我们都是18岁啊 都是18岁 18岁的心态 哈哈 刚念完八道景了 其实就是无论是哪一个功法 只要我们能够沉浸下来 就静下心来 就把我们每天早上念松松功法的那种状态 是吧 其实大家每天早上 念那个松松功法 其实就是在念心 大家发现没有 啊 你在念功的过程当中 你的杂念你的欲望是很少 是吧 有人不会想七想八呀 当然就是自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念功环境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 不敢当啊 别这么说 哎 我们都是属于共修者啊 也可以属于同修 是不是 对 有的人可能 对 但我可能不是一个精神器的 有的人可能就是对 通过某一个人 然后折射出来了 从他的背后看得到这个道家的文化 通过一种文化 是吧 反正不能去讲 这个讲可能就会违规啊 是吧 或者是以这种文化 或者是以家庭 是吧 或者是以住的什么 但一定不是我 这一种习惯 挺好的 跟着视频念嘛 这视频念也可以啊 就是这个状态 其实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适应 比如说有老时代和没有老时代 其实也是 其实他都是在考验你 你说是不是 都是在考验你 哎 就是 就是在我们初期阶段 可以 可以有这些 但是一定不要产生依赖性 这够小了吧 可以吗 这够小了吧 嗯 对 一定不要产生依赖性啊 哎 对 那点更有感觉 那是需要有个氛围啊 需要有个氛围 容易忘我 节奏比较慢啊 早上的晨练其实节奏比较慢 更多的其实就是在于一个话术的引导 是吧 就是你们不光早上起来跟着我一起念一念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在于我有很多的一些话术引导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些就是语言是吧 或者是呃 某一些可能是一段话 可能会对你们整个人的就是思想 或者思维会有一定的这个转变 你可能从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到很多 啊 再加上我在跟大家跟大家也在分享 我在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可能这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 就短暂的一个目标 可能我就是慢慢像老师这种就是说的这种感觉 然后去靠拢是不是 一点一点的来 啊 所以我唠叨的很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在线上直播的话 其实对老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很高 有些老师为什么就不愿意在线上教 因为 因为有些东西说实话 真正要去学到东西还是需要通过言传生教的 是吧 反正我们一些来过线下学习的一些学员是知道的 没办法跟你去讲 所以我们在线上可能更多的就是 就是让大家产生一定的兴趣 就是兴趣只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啊 产生一定的兴趣 就是哎 去接受这个传统的这种练习方式啊 或者是通过一声呃 一些调息啊 是吧 一些简单的这种拉伸呢 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这启动的一些魅力 是吧 然后逐步逐步产生兴趣 哦 原来念动作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原理 是吧 原来还有这么多可以值得去学习 去提升自己的一些地方 对吧 是吧 然后你产生一定的这个兴趣的话 真正想要去学到东西的话 这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式了 而且直播有直播的节奏 最主要的人还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 其实每天没有念的自己 没念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啊 为什么 就是 有的人你看 比如他这个东西就是有阴有阳 啊 有的人天天念他都不会觉得什么 你突然一下不念 你就知道哎 念一下是其实挺不容易的 啊 就要就是他会倍感珍惜嘛 啊 会感珍惜或者倍感敬畏啊 啊 有回放吗 我我没有设这个回放 我没设回放 也就是不设回放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早上起来跟着一起念啊 要么就是你跟着课程念 课程的练习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去就是辅助那个十三世的学习啊 啊 所以就是有一个松松工法的进阶课 就是能够更能够有再去往上去拔拔高一下自己就提升一下自己啊 啊 啊 只是一个方向就是跑比 你看 今天我我上来了 我我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 云云老师他们也从 从那个 他们云游回来了 云游刚回来 云游了差不多大概17天 啊 然后我今天就上山了 下山来 然后 昨天 昨天就下午就上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跟他们喝了一下午的茶 哈哈 啊 很喜欢在山上 就是 就是我们用那个炉炭 就是炭火 然后煮煮茶 然后或者是用柴火 啊 哎 就上了 对 所以说去哪云游到 他们往西林那边方向走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 云游什么 就是云游四方啊 你就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旅游吧 其实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去旅游 旅游了 旅游了半个月 啊 对 其实我们在山上 就是在山上 我们这一群人 就是每年都会 组织 就是组织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是 会出去游历游历 就是我们虽然 今天都在学习的这些东西啊 但是 我们讲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是吧 就是在行的过程当中 或者去 去走出去的时候 也去 只有一种学习的心态啊 就是走出去看一看 所以说每年会组织去云游一下啊 啊 这会走一走 开阔开阔自己的眼见吗 是不是 就你就理解 旅游旅游就是 就是的 出去旅游啊 但是旅游跟旅游是不一样的 旅游跟旅游是不一样的 旅游就是 这真的就是个旅游 就是 呃 万里路谁需要 所以说每年就会 比如说 就比如一年啊 努努力 挣点钱 是吧 攒一攒 好攒到 而且本来就是 大家如果是集体出去的话 平均算下来 每个人的费用其实不是很高 啊 因为是你如果你一个人两个人出去的话 其实费用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群人呢 把这个费用平坦下来 其实落到每个人身上就 就不是特别高了 还再加上每个人又不一样嘛 他有的人 就是 他不是说一定要建立在有 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是其实精神也很重要 比如说说走就走啊 不用去担心 就是 很多人就是在过于去忧虑 是吧 担心或者导致就是没有办法去前进 我反正我听他们的以前讲讲故事 就手口袋里面揣着200块钱就出去了 啊 就口袋里面揣着200块钱 就他们就开始就是徒步 真的徒步去去 比如说他们徒步去华山 就徒步去华山 有可能 有了还有就是 要么就骑行去某一个地方 对 所以说生也是 就是接触他 他们之后也是深深被他 他们说这一种状态 就这一种潇洒 洒脱的这种 逍遥的这种状态啊 所吸引 就其实很向往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很多人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 其实都是想的太多了 有有有的 有有有的玩法 没有有没有的玩法啊 但是他所过程所体会到的这些经历 是吧 听他们就是分享的 比如说 他们会去到 比如说从书本上讲的一些故事 或者书本上讲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讲到某一些人物 他就会去到那个人物的地方 当地的那个地方 然后去一些景点啊 然后通过某一篇文章啊 或者怎么样去去分享去讲啊 还有最重要就是 嗯 嗯 就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在于 利于自己的修行和修道这一方面 啊 所以最主要是他们是有志向啊 他们志向是很明确的 就我们的志向是很明确的 就无论是 就包括直播也好啊 就是直播也好 还是那个什么 其实目的也是往这个方面去走啊 今天不念了 今天不念了 今天本来是想带着大家一起来念的啊 但是那个网络没搞好 停机了 后面我把话费交了 但是已经七点半了都八点了就算了 对吧 他们是他们养 对一个是养之啊 但是 最重要还是自己要确定人生的方向 这个人生的方向很重要 就是立志 立志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决定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意志坚不坚定 或者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东西 对上山了 就对就给大家聊天分享一下吧 聊天分享一下 聊天分享一下 反正就是一帮比较志同道合的一些人 然后就出去出去那个云游 最主其实最主要是干 就是我们知道嘛 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出去玩 可以没问题 看跟什么人玩 是不是 可能也自己也出去玩或者什么地方 那可能就只是去玩 然后走马光滑 打了个卡 拍了个照 我来过这个地方 就跟什么人去玩 去玩其实很重要这个东西 就是你有的人 你跟他去玩 你能学到东西 就你不仅仅只是在玩 他在玩的过程当中 他还可以把你拎起来 知道什么叫拎起来吗 就是玩的过程还把你能拎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玩起来就丧失自我 是吧 就很投入的进去 是吧 对吧 诚不诚 有人来了 哎 哎 早上好 不会的 就什么断情断爱什么 对对 就是 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理解 就是你以个人的私欲来去 还是以广大的那个什么 你这个要去考虑清楚 对吧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 很多说的都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出发 对吧 嗯 什么是自我 没有自我 其实 你在等 等个直播啊 久等了久等了 推荐一点书学习一下 够不够多 你 书房里面都是书 就是我在 在一个书房里面 在一个查试 如果你要我推荐的话 我就先从推荐五刀密卷开始 就从五刀密卷开始学习 如果你想去接触和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这一块 我会推荐你五刀密卷 你先读五刀密卷 对 然后后面等 等那个刘云老师再出一些书的时候 我会逐步逐步的给大家分享 啊 就是我们 就是现在目前在学习的这一块 啊 就是围绕着刘云老师 然后这个整个月星书院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是 就是刘云老师会出一些书 会出一些书 然后可以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五刀密卷啊 那你们 过一段时间我会给大家上啊 过一段时间会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就说到这个五刀密卷的话 可能我到时候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 我会请刘云老师 会到这个直播间来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 好不好 分享一些内容 就围绕这个五刀密卷 我可能会把它请到直播间出来 到时候我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 然后去就是分享他的这个书 大家觉得可以吗 我会带八部金刚宫吗 我不会进八部金刚宫 就是我会的 就那些 母亲戏 八段锦 火骨弓和易金金 这是我会的 念的比较熟的 也很不错 也很不错 就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对于我们 念的这个目的来去讲的话 导引弓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学们 导引弓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会吗 会啊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是吧 导引弓不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是吧 动作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但是它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是行器的功夫 对吧 可以请刘香老师吗 刘香老师是可以请啊 以前我我以前我经常跟他一起在直播间直播间直播 我们老学员是知道的 最好是签名的啊 不会 如果你要想要签名的话 我还是累 我还我会建议他 我会建议他 你要么来武当山 亲自过来 对就亲自过来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就他自己就是 嗯自己就拿着书 到武当山就是越战这个地方来 当面啊 请刘香老师签名 对不会说签的给你啊 觉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嗯 实际上是有客啊有客 对 所以说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吧 这段时间可能不太行啊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嗯 会把他的五道秘卷 然后拿到这个直播间当中 然后我邀请这个作者的本人 也就是刘云老师 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去 就是分享一个 就是分享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分享这本书 然后也期待他未来 就是能够出更多的一些书 然后供大家学习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因为有的人 比如说想推荐什么书啊 或者是想 想自己能够去学习学习 但就不知道从 从哪个地方开始学起 是吧 如果你觉得对我们这种 就是文化或者这种体系 比较认可的话 或者对我们的这种 这种方式 比较认可的话 那我那其实我 我就可以去推荐你 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读 一点的去了解 好吧 它分为三个卷吧 地卷人卷和天卷 天地人三财 然后地卷讲的就是一些 心法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它可以去解答你的疑惑 就是在明里这一块 对它会给你一些启发 包括一些道家一些修行的一些次第 对吧 它也会在那个里面有一些讲 修行的一些次第 然后明卷就是讲了一些 就无数的一些概念啊 就是以他们松西派的一些功法和心法为主 然后去来去讲 开展去讲 天卷讲的就是境界 就是你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有一定的这个认知 或者有一定的理解 你想有更好的去提升的话 你想入到那个门里面去 那第三步就很重要了啊 第三步就很重要 第三步就很重要 就讲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等过一段时间吧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就是 也有一些同学就是 在那个就是我们的微信里面是吧 找那个云翔老师也买了 但是如果有些同学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会在在那个橱窗 你们给大家分享啊 武当山的概况吗 武当山什么概况啊 武当山就是一座山 一座山 然后这个山 山由我们 就是比较 反正我在武当山待了这么多年啊 就是深受武当山道教文化的影响 应该说道教文化的影响 所以武当山是一个道教名山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武当山 就是有很多山 七十二峰朝大顶 七十二峰朝大顶 武当山的山就像一个火山一样 所以就需要由水来去 水来去镇压 所以就 所以说武当山的主神就是真武大利 北方水神 主要目前流行的功夫牛派就是三峰派 松西派加上我是玄武派 就三个门派 今天不念吧 你点一下关注我们明天念吧 明天念啊 我把那个明天的预言链接给给大家上一下 今天就没办法带大家念了 明天吧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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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预言链接 赶快 我把明天的课程预言链接给大家上一下 对 七五大山能见得到我啊太极虎 我 刚才说了 松西派 玄武派跟那个三峰派啊 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三大门派啊 谁说贵嘛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啊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就跟你们去旅游 差不多做一个是一样啊 就是看你的手 看你的品质有多高 你 想住好一点就贵点 想住便宜一点 条件就是一般般 也是可以住的 看你追求的是 我等一下等他有时间有空 他们刚回来 我觉得 先让那个 先让老师先休息一下 先让他休息休息 等过一段时间再分享吧 对 而且直播的内容也要需要去想 去想去去构思 比如说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就是 他不是很随性的那种 嗯 就是大概就是 比如说主题是什么呀 我要哪一块方便去讲啊 或许 我记得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昨天还在直播间说 我记得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说我晚上做梦都带着大家一起来念 因为我在想 第二天早上带大家念什么 是吧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可能今天就这样 今天这样念念 明天那样念一念 就是我的直播内容 虽然很多东西是重复的 但是他又不完全重复的 发现了没有 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在想 明天早上带大家念什么 后天早上带大家念什么 然后 就这种啊 就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样啊 因为 因为其实直播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直播其实不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 你要花很多的心思 然后把这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要花很多的心思 花很多时间 然后再琢磨这一块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 因为毕竟又是通过线上去练习的 线上练习其实是很危险的 然后关键是又看不到大家的一些动作 全都是凭自己的经验 凭自己在线上大量的这些教学经验 然后去慢慢给大家一点一点的去分享 比如说念的过程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是吧 就是能够呈现这样的一场 比如说直播或者带大家念 那还是需要花点心思 对吧 是的啊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是的 就今天会带大家这样念一念 明天带大家那样念一念 因为其实念功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 对吧 大家知道了 念功其实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 其实每天就是在重复做一件事情 久而久之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产生 对这个东西的就是这个兴趣 慢慢就没有了 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也想着大家 怎么样把大家的这种兴趣啊 是吧 或者是让大家能够去了解这个 五复背后的一些东西 就产生一个更加坚定 或者是能够去坚持学习的这一根心吧 坚持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要通过很多一些方法 通过一些工具 就能够去帮助到大家 就是如何去做到坚持 但是这个所有的前提条件 一定是自己先坚持 如果自己都不坚持 那你想让别人去坚持 那那就说不过去了 但是有点 就是物失于人 就是有点失于人 什么意思啊 不用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听到你说什么意思 怎么会操作停车 没听到你什么意思 开下课 下课明年开吧 明年 今天太冷了 太冷 冬天不适合开课 冬天不适合 太冷了 今天 昨天就 昨天山上就 开始下了个雪子 雪子 就晚上9点之后就不要站了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晚上9点钟之后站了睡不着觉 懂了吧 有的人 有的人 就跟你晚上有的人不喝茶 喝完茶之后他睡不着 是不是 我教的这一套是玄武派的一套 对 玄武派的一套 好 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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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会会会有那个什么现象客 就开班 对吧 哎呀 好 是玄武派的玄武派 平常自己每天早上不是带你们练功吗 带你们练的时候自己不日也在练吧 然后空的时候可以自己打打坐 嗯 买了客 买了客你主动联系一下我们啊 然后可以进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去啊 这样的话你就能找得到我们 我的师傅是余师傅 余里婷余师傅 老师想偷懒吗 想 该偷懒的时候就偷个懒 哎呀 但不能一直偷懒 是吧 有的人就需要偷懒 但有的人他就需要紧起来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因为我因为我也见过很努力的人 见过真的很自律 就是很自律也会有很有问题 是吧 真的很自律的人也会很有问题 就太过于自律也有问题 但是太过于懒惰也有问题 还是要取忠 就是你看的很 就是因为我会见过真的很自律的人 他就很紧张啊 就很紧 身体就很紧 很紧啊 太过了 对很紧 太过于松懈的人就很懒惰 是吧 是吧 就是说 就是偷懒其实它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贬义词 啊 对它其实还是里面所体会到的就是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是不是 有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带一些小孩子的时候 有的小孩子就偷懒 那我可能就没有说他 因为他需要去偷懒 来去放松自己 就你不能让他绷得太紧 是吧 就不能说一直 然后让他去调动 每一个动作 必须要认认真正的去练 其实真正要去练功的话 只是看你那一瞬间的状态 就那一瞬间的状态 可以很好 但你不能让他永远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该偷懒的时候我会练了 其实他也会偷懒 但是我会睁子眼闭子眼 但是前提条件下他本身自己就很认真 都是有一个前提的 我在直播间当中我也跟大家说 该偷懒时就偷懒 对吧就是有时候你不光要去练 其实也要去养一养自己 你不能说一味的只是要傻念 只是要有人告诉你 念功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或怎么样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 就是当做一种救命稻草一样 去老大的去抓住 然后天天就拼命的去念 使劲的念 他就是认真里面就会认为 就这个东西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对吧 但熟不知念养是相互的 懂得念 更重要的懂得要会去养 是不是 那比如说你念的太过了 那我就会让你 你就要休息一下 我就不会让你念功了 我就让你不去念 你就休息一下 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去进步 有时候你休息一下 就是你休息一下 有时候你反过头来 再去理解的时候 你还可能理解的更加好一点点 真的就是这样 有的人还感觉到 自己进步了 自己进步了 对 这个所以说 这个偷懒不是说 但是我们在念功的时候 是需要去认真的 就是我们要么不念 要么念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去念 是吧 如果说你念的太狠的话 你就要学会去偷懒 而不是说 我们在念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去偷懒 如果你在念动作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动作去偷懒 那可能就会容易受伤 我跟小孩子也这么说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 你会发现 就是老师你能说话那么纠结 因为他这个里面很多一些细微的东西 它是有变化的 不同的状态 它都是有变化的 发现没有 当你在念功的时候 你就必须认认 如果你要偷懒的话 我可能就是要揍你了 为什么 我就跟我跟那个小孩子说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危险 如果你导致这个偷懒 你养成了一种习惯 首先你身形就会歪 第二个就是 有些动作 你没有做到位的话 你会很容易受伤 你一受伤 就是伤筋动骨 就是一百天 那你这一百天 你就念不了功了 你就退步了 你就没办法去提升自己 是吧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今天这么说 明天上 对啊 所以说天下里无常事 是无常非吗 是非 是非不就对错吗 天下里无常事 天下的道理没有一直是对的 也没有一直是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精实之用 就是今天或用 然后明天或弃之 然后弃之的东西 然后在你今天用 都是有可能的 你可能今天的这个道理 你明天再去用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用 是吧 然后你可能把它 然后 然后你可能把它丢弃掉 丢弃掉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发现这个道理又可以去用 对吧 都是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无常事事无常非 就我们有一个有 在乐战有一款短袖 短袖里面上面就写的 你无常事事无常非 所以它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时机的问题 时机 这个时机很重要 所以我们练功的时候也讲究时机 是吧 比如说顺应这个 事实 在这个里面不是也有时机 可以的可以的 上文化课 实时轻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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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一句话是 这句话是 链子里面的一篇文章 链子里面的一篇文章 看一下我找得找一找 就是链子的地 就是卷八说服片那边 说服片里面讲的 就是链是链是链是有两个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很好学就是一个很好学一个很好冰法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学问很高在于治国的话他是很厉害的啊 然后一个就是好冰就打仗很厉害啊 就好学着以术干齐猴 就是他差以他的自己的这个术 就是他的学识很高 然后去到去到那个齐国 然后他帮他去治国嘛 然后就是一个是好冰然后去了个楚国 然后他就是以以为军阵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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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打仗 然后他对着呢那个就是楚国当时就是就比较有的国家就比较好战 但有的国家就想喜欢求安稳 是吧喜欢求安稳的国家他就不喜欢好战 那为什么他还求安稳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是吧 比如像当时的可能 楚国他的国力就很强 他就需要有一些就是能就是就善将的一些东西 比如一些将军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人才 然后帮助他能够去扩大他的这个优势 是吧扩大了他的这个实力 他就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人 但是有的国家他不允许 就是我一个这么弱的国家 你让我去给别人干账 那不是把我自己给给干掉了吗 就自己不是把自己干掉了吗 所以他就不行 他就需要求求他的这个内内就是我们讲的内政 就是他的内在的这些团队啊或什么 他比较好的话 就把他自己内部的树立都很清楚 是吧 你内在的东西很夯实很团结 那你在抵御外地的时候就就显得就很容易了 他有了国家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然后这两个孩子 就然后就就是这个失事的两个孩子 然后就是因为去比如说去到楚国和去到齐国 然后他们就把就是他的这个君王就把他的孩子都奉为上兵 然后就是就是给他们就是官路啊给他们就是那个财富啊是吧 然后这个财富又可以影响影响到他们的家里面 就家里面的一些人都可以就是深受这个孩子的所带来的这些就是这些 这些东西能明白意思吧啊 好然后然后就是另外然后就他们的这个这个世界啊 或者他们的这个然后就是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邻居就知道有这件事情 哦知道你的孩子在外面这么有出息啊这么能干 然后又有高官又有后路是吧 这种高官后路又能影响到你们让你们过的生活又变得很好是吧 哎我也有两个孩子就跟你的孩子也是一样的 然后去去然后就是推荐他他两个孩子推荐他两个孩子也去一些国家 然后去去干嘛也是去求一些高官后路嘛 然后也想让自己的家庭过得好 但是呢事实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处于病行 就是就是这里面的故事就很有意思啊 我可以看一下 你看 你看 一个处于公行然后也一个处于那个 反正就是挺不好的 那为什么就是就是把他们处行的呢 就是因为首先你的施政方略你的施政方略不利于我这个国家 但是你这个人又很有才 我也不能放你走是吧 那我就想办法先把你整一整 然后再把你放回去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啊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就是围绕这个礼物场 施数场 施政里面有一个故事啊 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 这是有一个缘由的啊 嗯 能能能能没完意思吗 就是你很有才 但是你的治国方略 不是用我们这个国家 但是我也不能放你回去 为什么 如果我放你回去的话 你去拿你的那个 拿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你的这个 就是像什么来着 就是施政方略 如果你用到别的国家去 那如果别的国家用了你的这个 施政功率的话 然后去攻打我的话 那不是我就完蛋了吗 所以就把它给 除以除以一些其他的一些刑法 对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一个孩子也是比如说很很有才 然后一个一个孩子也是耗兵法 但是他们去了国家 那个国家他不耗不耗战 然后这个国家他不喜欢这些 就是道理上的一些东西 对吧 有的国家喜欢道理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国家不喜欢 就以人政来治国 但有的国家他不行 不能用人政来治国 但有的同学 有的国家可能是以法家来去治国 都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他都对不上号 就对不上号 结果就那个 就是国军王就不放他们回去 然后并且把他们就处以各种的刑法 然后他这个他的两个孩子回去的时候 他的他的就是家人看到这个就是 然后就开始就很痛苦 然后就又找到就是那个失事 就是鲁鲁失事 说说你的孩子为什么都有高 为什么我的孩子也走同样的这个路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处于各种的刑法 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就是他就后面讲了一个道理 讲了一个天下里无常是是无常非 这个道理 这很有意思 然后这然后其中里面讲的也还有一句话 他叫头戏抵视 密室无方 就是实际很重要 他讲的就是一个实际 哎 早上直播 你这不是找到我了吗 没有没有 不感到啊 对所以我其实我也在学习 我也在学习 我也是听老师在讲的时候 就是对有些东西就是印象会比较深一点 因为 因为 因为自己还是有这方面的收获的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收获 其实也没办法给你们去讲 第一次感受到偷懒 其实是一个 不好意思 好放松 对吧 是不是 所以就不能让自己过得很紧 但是也不能让自己过得很松懈 这里面其实都是 都是需要大家去觉知和觉察 哎 明天有明天有 我不是把预约链接放在那个下面了吗 明天早上七点啊 明天早上七点 对我可能今天我可能今天我就要下山了 今天就下山 对松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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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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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说你偷懒 哇 你一说我偷懒 我马上就要紧起来 然后拼命的去干活 你不是在底下吗 啊 头发黑用什么 头发黑就是还是来源于你的先天 自本 先天之本很重要 懂这个意思吗 啊 就我们先天之本 后天之本 和先天之本 哎 这我过直接了吧 所以你就要想的是怎么样去把你的先天之本 给你给给他养护好 这个我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 啊 能能明白吗 这个其实 取决于母亲 啊 父姬母群嘛 父姬母群 没有听懂啊 父姬母群 这是那个 是皇帝内经里面讲的啊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跟你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就跟你妈妈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 一般其实很多 我就是有我孩子那句话 就有的小孩生下来 生气可足了 但有的是小孩生下来就是很弱 你说是不是 因为我见过 因为我见过 啊 有的他 其实 啊 对于很多的妈妈来讲 真的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 啊 一定要把自己身体保护好 如果你以后有小孩的话 就是你就你就 就显得你就很重要 啊 就母亲其实是很重要的 妈妈是很重要的 就是妈妈一个人呢 比如他的经济神很足的话 是吧 他身体养的很好的话 那他的小孩生出来 那状态是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那身体很很足 然后就是他长的时候 那个小孩都会惹你闲 就惹狗闲的那种 经历很旺盛 啊 还有一种就是 有的小孩他身上是很旺盛 但是 他不懂得节约 节制啊 父亲也重要很重要啊 但是我讲的是这个精气神 就是这个地方 母母母亲就是就是父亲就是你 就比如说你的筋骨啊 就是这些有形的 啊 好不好可以 就看父亲 就不是我讲的 就是那个内地里面讲的 父亲母亲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对 最是很重要 你说你看我我妈妈 就是比如说我妈妈 你年轻时候的这种状态 他就是很厉害 就是 心里很旺盛 对 一部分这个还有一部分就是 有的人他不懂得节制 哎 这个就比如说我的这些钱比较多 比如说我身上 比如说我把 你把一块钱比喻一年 是吧 每个人有一百二十块钱 就一百二十岁 一块钱就是一年 他觉得他觉得一块钱不够花 他想花两块钱 他想花三块钱 因为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膨胀的 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啊 对吧 欲望是比较多的 他觉得这一点不够我的 那个 这个就是 我的这些这些欲望 他就需要多花一些钱来买 是吧 然后在年轻的时候 过度的去 就比如说像中欲也好 或者是就是还有一些人 可能就为了生活 对吧 耗了比较狠 使劲的拼命的往前冲 是吧 也会容易 还有加上有人就喜欢熬夜啊 熬夜啊 这些东西 都会导致你这些问题出来 哎 所以你就要想到如何去怎么样去养好你的先天之本啊 先天之本指的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你的腰子啊 伤筋动骨一定要养啊 一定要养 有些真的 有些人就练功练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你其实你受伤了或者感冒了 你还想去练 其实真的就没有必要啊 真的没有必要 对养一养啊 不着急 练功又不是你一天两天就能怎么样的 你那一天不会怎么样啊 对 但是重要的是在于你这个意识啊 你的这个认知有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很重要 你拍的仙人余娘是吧 好了我刚刚看到了 是你拍的 我看到了 好的好的 今天发货 对啊 其实很很多人啊 你们很多人有问题 其实你们自己比谁都清楚 那你内心其实跟那个明镜一样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里面是有因果的 对吧 是不是 他里面是不是有因果 这个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里面他你 你还不能说从 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 眼光要看远一点 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是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不是你 你在这这一段时间所造成的 是你很长很长时间 就老子已经种下了这个根 就种下了个种子 早就已经种下了 他只是在慢慢发想而已 随着时间 是吧 然后就产生了那个果 这个大家 这个大家就懂了 这不用我说了吧 所以你是什么呀 你其实内心 跟明镜一样 你自己很清楚 如人一水 冷冷知知啊 对吧 所以你如果你 你如果你觉察到他了 或者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东西 那我想 我就想告诉大家 请在当下 立刻 马上 就不要再去做了 对 所以他会有一些 让你就是 比如说你要学会去改过呀 是吧 或去就是要接受以前那些 就是 你要重新认识和接受以前那种 不完美的自己 去接受他 就是你承认 哎 我就是这样的 是吧 然后我承认了之后 我就是这样接受了之后 我慢慢改不就好了吗 比如说我从当下 我在现在目前 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环境 啊 我通过这个环境 或通过这些东西 来慢慢一点点的去改变自己 是吧 就让自己的就是 就是 我们讲匹集太来嘛 就是 就是 物极必反 哎 已经到了一个顶点 你要让他要反弹呀 你不能一直要往下走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一直让他往下走 你要在 你要处理反弹 处理反弹 往上走 那这个处理的这个临界点 就是需要大家去学习 去认知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吧 你得慢慢这样 这样去有一个认知 然后再从而去改变 是吧 然后他不就是 这个能量不就 开始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上走了 是吧 而且在这个过程上 你还不能松懈掉 你不能松懈 是吧 你时刻还是想着 把自己要紧起来 对 因为他随时还可以继续再往下走 最高的标准是多少 最低的标准多少 哎呀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吗 这个我不好跟你讲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了解 啊 就是你可以 你就说我自己吧 你要过来上我的私教课 一节课 啊 你不要说我 我你让我这过来 在这个地方上上我的一节私教课 是一后面加三个里 啊 一个小时 对 是不是 对 对 你没错 对 我有错 错的都是我 最低的话 工艺啊 最低的话是工艺 最高的话就是这个 嗯 比如说实处费就 几百块钱 哦 我也下播了啊 对 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 8点40了 我要下播了 再见了 各位同学们 好吧 就给大家聊到这个地方了 明天早上念啊 明天早上念工啊 明天早上念工 好吧 好 好 再见 估计里面也没什么问题 好 再见 估计里面也没什么问题